欢迎 请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张亚玲 今年37岁 来自广州 东北人 也是两个婚学儿的妈妈 老公是外籍人士 前夫是外籍人 这个就要从我 就是大学毕业那会儿说起吧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是成绩比较优秀 然后是有一个500强 招一些管理培训生 当时我通过了那个 就比试啊 面试 但是我没有去 因为认识了前夫嘛 然后就是几个月就闪婚了 但当时我爸妈是很反对的 然后我就是也比较任性 就自己就把自己给嫁了 爸妈不同意你也还是嫁了 对 我就自己出席的婚礼 然后就给自己嫁掉了 那当时一心想要嫁给他 肯定也是爱上这个男人了 结婚刚一个月的时候 每天晚上都是 凌晨两三点回家 然后你问他在干嘛 他就说跟客户在一起 但是呢又家里的支出啊 他都不管的 都是我在出 我记得我女儿 那时候要喝奶粉嘛 我是卖了我 当时卖了我一个戒指 去买奶粉 因为我就是 经常说他要钱 他都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 所以我自己也有尊严 我就觉得那我就靠自己吧 但那时候我有工作 然后我真的就是 把我自己的一个戒指去 就我人生第一次去知道 有那种典当行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去卖了 买了多少钱啊 好像是八百块钱吧 然后就给我女儿买奶粉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过说 分开呢 我当时就是也是觉得可能 他还年轻 然后可能还不够成熟 然后我自己又就特别喜欢孩子 然后那个 我觉得当时我的脑子也是就不清楚的 就是说然后又生了一个老二 他出生的时候早产六周 就体重就只有三斤多 他因为他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抽搐 那个医生就说你这个孩子脑瘫 他说我这看不了 当时我就抱着我儿子跟我妈妈 就是全国就是哈尔滨啊北京去看病 但是我前夫没有出现 他当时在国外 他说他爸爸生病了 后来就是直到我发现 他的微信里边 跟一个女的的就是那个记录嘛 彻底触动我的底线了 就是我不能再容忍了 特别坚定我要离婚 就像赛事与那个片段抱着孩子 我就走了 然后去租了个房子 那你们离婚财产有分割吗 没有 就他这个裸婚他什么都没有 就十年以后也什么都没有 对 什么都没有 都是我自己就是说我养这个家 后来离婚以后 我就想我要降低我的生活成本 去养两个孩子嘛 就申请了公租房嘛 政府的那种保障房 特别小 就新的什么都没有空的 我当时跟我女儿我们两个 因为她快递买家具都是在网上买 就没有人给你送到那个楼上 我跟她就我们两个拖着 一直要拖拖到电梯里面 女儿多大呀当时 女儿当时是十岁 因为后来我又换了个工作嘛 我就跟90后去竞争 一个美国500强的一个岗位 应聘成功了 但是那个单位就是离我家里有60公里 我每天要通勤 坐车的话就是来回四五个小时 早上五点半起床 然后六点 因为我要带着我女儿出门 就是把她送到学校门口 因为她还大一点 她可以在那个学校 那个便利店去等学校开门 等一个小时 然后晚上放学 她还在那便利店等我下班 然后再把她一起带回家 太不容易了 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是 父母也没来广州 在你身边帮忙你 就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然后我爸妈就觉得 不能再不管我了 就是我女儿离家出走了 发生了什么呀 就是可能就我跟他爸离婚的事 对他就是影响挺大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负面情绪 会在他面前会说他爸不好 然后他经常就听了就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心里会有一点反感 有一天我休假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在 我女儿特别喜欢吃那个烧鹅 然后就在一个他学校旁边的一个酒店 就是订了餐 就等他放学 过来直接吃 但是我打电话是关机的 等到六点 我觉得不太对 然后我就问那个班机群里的 我说有没有看到那个我女儿啊什么 他说 他说五点多的时候 我就在学校门口看到他 他说而且很奇怪 他今天穿的还不是那个校服 穿了个班服 就跟还有一个女孩子 他们两个抱着被子出门的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不好了 就打电话 他也就是手机是关机的嘛 后来这孩子怎么找到的呀 大概十点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 他发微信 就手机开了 发了一条特别长的微信 就像列举了我的七宗罪一样 他就说 你不关心我 我已经向你表达了我的需求 但是你还是忽视我 然后你总说 我爸爸怎么怎么样的 说你们大人的事 为什么 就一定让我去认为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当时他还说 你让警察到哪里来接我 但是你见我的时候 你不能打我 你也不能骂我 你平常会打他吗 我不打他 但是我语言上会比较严厉 看到他的第一瞬间 你是怎么去做的 就当时他的学校的主任 也批评我 他说你是学理的吧 你特别理智 他说你就站在那 那家家长 就直接抱着那个孩子 就哭 我当时可能 我自己心里也有怨气 我就觉得 我都已经这么难了 然后你还在给我 增加更多的负担 对 增加更多烦恼 有特别严重的时候 他就直接去他爸那了 也不叫我妈 然后也不打电话 然后慢慢可能 我要放下我的那种 以前就觉得 我是你妈 你就要听我的 后来我就放下了那种姿态 慢慢慢慢跟他打电话 然后他才 所以你说其实 这生活挺难的 自己一个单身女人 照顾两个孩子很不容易